在澳门娱乐场,最受赌客喜爱的博彩游戏是百加勒 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玩百加勒的赌客都存在贪婪,侥幸,没耐心 以及是有情绪波动不受控的 这些都是使赌客输钱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大多数玩百加勒的赌客已存在敢输不敢赢的普遍现象 主要表现在顺的时候不敢追,不敢乘胜追击 相反,越是输的时候就越容易上投 总想被水一战一次性赢回来者却不再少输 可惜,现实是事与愿违 越是这样子操作的赌客,就往往越是输得多 因此,赌客必须要克服自身的问题 克服自己在玩百加勒游戏中的恐惧与贪婪 这样,才能打开赌客自己打百加勒的赢钱之门 第一张百加勒赌台数据显示 这张百加勒赌台当前总共开出了59局 其中装开出了43口 显12口 合局4 幸运6死 装对子4 显对子2 这组数据揭示出下注合局 幸运6 对子等 都是胜率最低 直播率很低的 下注衔也是大输家 数据显示第一局开出的试装 装衔机会各50% 按照全程打装的下注策略 第一口开出的试装 给出了装衔的方向 那么接下来就每一把都是下注打装 这样投注显然是大获全胜 第二张百加勒赌台数据显示 这张百加勒赌台当前总共开出了21局 其中装19局 闲一局 合局一局 没有开出装或闲的对子 也没有开出幸运6 同样第二组数据揭示出下注合局 幸运6 对子等 都是胜率最低 直播率很低的 下注衔也是大输家 同样结论 数据显示第一局开出的试装 装衔机会各50% 按照全程打装的下注策略 第一局开出的试装 给出了装衔的方向 那么 接下来就每一把都是下注打装 这样投注显然是大获全胜 我们再来多看一组数据 现在来看第三张百加勒赌台 数据显示 这张百加勒赌台当前总共开出了55局 其中装39局 衔11局 合局5局 装队子6 衔队子5 幸运6 第三组数据揭示出下注合局 幸运6 对子 都是胜率较低 直播率较低 下注衔也是输家 同样结论 数据显示第一局开出的试装 装衔机会各50% 按照全程打装的下注策略 第一局开出的试装 给出了装衔的方向 那么 接下来就每一把都是下注打装 这样全程下注打装 显然也是大获全胜 如果第一局不是出装 而是出险的 我们来看看第四张百加勒心台 这张百加勒赌台当前总共开出了14局 第一局是险 数据显示 开出的装士林局 险有13局 开出了闲长龙 合局一局 没有开出对子 即幸运6 可能是我比较幸运 总是遇到好路 看的赌台越多 统计的数据越多 就更能增强说服力 现在来看第五张百加勒赌台 第五张百加勒赌台数据显示 这张百加勒赌台当前总共开出了34局 其中装开出了24局 闲6局 合局4 幸运66 装队子 闲队子4 这组数据揭示出下注合局 队子等 都是胜率最低 直播率低的 若不跟第一局下注也会是最大输家 数据显示第一局开出的试装 装弦机会虽然是个50% 按照全程打装或全程打弦的下注策略 第一口开出的试装 给出了装弦的方向 那么 接下来就每一把都是下注打装 这样投注显然是幸运的大获全胜了 我们继续来看 第六张百加勒赌台数据显示 这张百加勒赌台当前总共开出了38局 其中装开出了5口 闲31口 合局2 这组数据揭示出下注合局 幸运6 对子等 也都是胜率最低 直播率最低的 数据显示第一局开出的试装 装弦机会各50% 按照全程打装或打弦的下注策略 这张百加勒赌台第一局开出的试弦 给出了装弦的方向 那么 按照这个打法策略 接下来就每一把都是下注打弦 从路段可以看到 这张赌台开出了弦长龙 这样投注显然是幸运的 大获全胜了 数据不怕多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是第七张百加勒赌台数据 赌台数据显示 这张百加勒赌台当前总共开出了48局 装弦比例稍微均衡一些 其中装开出了25口 闲19口 合局4 幸运64 装对子R 闲对子3 这组数据揭示出下注合局 幸运6 对子等 同样都是胜率最低 直播率低的 数据显示第一局开出的试装 装弦机会各50% 按照全程打装或打弦的下注策略 第一口开出的试装 给出了装弦的方向 那么 接下来理所当然 就每一把都是下注打装 这样投注显然是装胜 89步林石 7788 有78组数据对比 就差不多了 那么 我们来看第八章最后一张百家乐赌台的数据情况 第八章百家乐赌台数据显示 这张百家乐赌台当前总共开出了44局 其中装开出了11口 闲33口 合局0 幸运60 装对子1 闲对子2 这组数据揭示出下注合局 幸运6 对子等 都是胜率最低 直播率最低的 看到这张赌台显示录单 虽然开出了长龙 但赌客可能要倒吸一口冷气了 按照我们既定的投注策略 如果不贪心赢几把就输的话 还是可以较好的实现 但错过了闲长龙试试试 这也验证了任何打法都有不完美之处 这句话的真实性及警醒性 虽然我们列举的只有八章百家乐赌台的数据情况 肯定不能代表全部 但长延道 八九不离十 七七八八 既然七七八八了 这也多多少少给予了赌客下注方向的一个积极的思考 根据这八章赌台的路单数据显示所之一 我们看第一局开出的试装还是闲来下注 依据第一局的装或闲来进行全程打装或全程打装 但我认为更为稳赢的做法是 只要在短期内赢到几把就收 赌客在策略分析思考的时候 可以综合自己的擅长打法及筑马分配等 灵活运用 一个人的运势与运气是有好坏起伏的 赌台上心态平稳 管控好情绪 心平气和地面对每一把牌 不求一夜暴富 但求稳定的长赢 只需把握好一段好路 赢了就锁定盈利 见好就收 这种打法还是值得思考运用的 不睹为赢 欢迎订阅